2024桃園兒童藝術節將在暑假的第一個週末隆重登場 在本週末6月29號到30號就在中立新人親子公園 下個週末7月6號到7號會在桃園仰光劇場 四天總共規劃34場精彩表演以及兩場的遊行活動 我們桃園的兒童藝術節這個週末29號30號 下個週末6號7號就要隆重登場 我們非常高興請到我們趙志強強哥來幫我們策展 那麼這個週末在中立的新人親子公園 下個週末在陽光劇場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一共加起來超過30場下午4點到8點太陽不曬的時候過來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一起過來跟小孩同樂 一定會讓你們的小孩子有一個不會忘掉的暑假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兒童藝術節謝謝 這次活動以啟動想像力的翅膀為策展理念 希望透過各種兒童藝術活動的參與 讓孩子們在寓教娛樂的環境中 啟發想像力提升專注力以及創造力 這次2024桃園兒童藝術節 我們希望能夠帶給小朋友一個很不一樣的夏天 在這個藝術節當中我們的主題是啟動想像力的翅膀 藝術表演的欣賞體驗 對很多人來說大朋友來說可能只是娛樂 但是對孩子們來說卻還有教育 所以在這次30多場的演出當中 其中還包括其他的市集兒童的DIY手作體驗 我們希望透過綜合的所有兒童藝術活動的參與 讓孩子們寓教娛樂的活動當中能夠成長快樂 擁有不一樣的夏天 兒童藝術節一共推出34場 包括有魔術、戲劇、音樂等多元類型的演出 還有所做的體驗、美食兒童四集等活動 為孩子們打造最歡樂的藝文時光 記者林瑞鋒 裁判報導